下一頁就是課本的120頁 120頁的地方 筆記本準備好 再來一個單字喔 這個字要跟 before 一起看 ago 叫做多久之前 你要備註喔 他是多久之前 所以這一個字呢 如果我們講以前 一個小時以前 跟好久好久以前 跟以前 他是一個算格假設這樣 那差別在哪裡 寫個1 前面如果有數字 有數字的時候 或是有一段時間的時候 不管 可能a long time ago 可以喔 一段時間 只要有這個一段時間 我們一定是加 ago 那如果沒有任何的時間 就是前面什麼都沒有 我打叉叉 那我們就接與過 所以這兩個字呢 在中文翻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都翻以前 可是這兩個字 差別在哪 前面有東西的時候 找 ago 所以有數字 找 ago 沒有數字 請你找 before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呢 你看到 ago的時候 ago的時候 請你記得用 was 或是 不然就會用 word 那我們接下來呢 第三次第一刻 會學到的是 動詞 加上 什麼東西 可以變成過去式 知道嗎 ed 對 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加 和 所以如果句子裡面 沒有動詞 當然我們就找 was 跟 word 有動詞 我們就以動詞為主 所以 was word 或是動詞加 ed 可是可不可以同時用 was 又動詞加 ed 句子絕對不能犯什麼錯 shundi 對 所以句子不會有 was 又有動詞加 ed 因為這個時候的 ed 是過去式 你們未來會學到過去分詞的時候 有可能 因為過去分詞其實是被動 an g 是要現在分詞 它將主動 所以 ago這個字 你一定要分清楚 跟 before 的差別 這個考試一定會考一題 好 第一個 OK囉 再來第二個要超等 好了嗎 叫做 yes today 那yesterday這個字呢 先寫個一 我先把這個選項號 請問yesterday 我講 在昨天 在昨天 in on at 哪一個 in on at yesterday 要哪一個 都不要 都不要 對你的紅帝拿出來 記得打叉叉 類似的 還有哪些字 也不可以有 in on at的 我們在這裡一起寫 第一個 OK 我現在正好了 第一個list 所以今天早上 叫this morning 不要in this morning on this morning 都沒有 第二個呢 有這一個 就有上一個 叫做left 那有這一個 有上一個 就有下一個 對 叫next OK 然後類似的 有昨天 就有今天 有昨天 有今天 就有什麼 明天 對了 這些字 它本身 我們 那個前面 都不需要 再加上任何的 介系詞 所以有yesterday today tomorrow list last next 這一些的前面 請你都不要再放任何的介系詞了 可是有一個例外 不是例外 我要講不是例外 就是我們講 昨天早上怎麼說 yesterday morning 昨天傍晚 yesterday evening 昨天晚上 沒有yesterday night last night 對 它叫last night 好了 再來下一個 等我一下 我先删掉一下 所以yesterday 不要忘記 再來下一個等我一下 我看這裡有幾個單字 我們一起 這一些到heal 好 那下一個單字呢 叫做 唸這個字要唸清楚 你也不小心唸錯了 你會被人家疤你知道嗎 你看著它 唸這個字要笑笑的 因為這個字 EA唸 所以叫做 beach ok喔 那我們今天講 在海灘 那個在 at on the beach 還是on the beach 都有可能 可是就是比較少 比較少 用eat 因為你不是螃蟹 你知道嗎 你不會栽在那個 沙灘裡面 有可能 有可能 對 所以當然eat 這個時候通常不會是人 所以是on the beach at the beach 好了 好 再來下一個單字呢 叫做 river 這個字叫做 河流 比河流小一點的 幫我寫一個字 對不對 我電到 這是小魚的一種 叫大魚 river呢 會大於這個字 叫做stream 這叫小溪 那當然還有一個叫brook 站在小一點 有 也有 可是那個高中在選 現在腦袋 你們的小腦子應該沒辦法的 腦袋 腦容量應該不夠了 好 再來下一個單字 叫做leg leg leg這個字 備註一下 日月潭怎麼說 什麼leg 對不對 leg就是湖火嘛 沒錯啊 那比湖火小一點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們都會把這個字啊 跟他搞在一起 這個字是什麼 池塘啊 池塘是青蛙的家喔 美人魚的家咧 sea 對 那你如果是 還有什麼 魚的家 ocean 海豚的家 ocean 可是比他小一點啦 leg就是日午火 這個ok 再來下個單字 叫做heel heel這個字呢 其實它的意思叫做 小山丘 比他高一點的叫什麼 mountain 沒錯 mountain 所以我一熱山丘 有去騎過腳踏車 去吃過免費的風鈴酥嗎 有 其實腳踏的人常常會去那邊 是因為 它很大方喔 它是直接行李是一塊 一整塊 現在風鈴酥不便宜了 一塊四十二十五塊 快一個便當了 歸雄的貴 好 我先把單字一起上完 好來 下個單字叫做skin 什麼叫skin 你覺得皮膚可不可數 可數還不可數 看這個例句就知道 the young girl has beautiful skin 如果今天是可數 你應該加一個什麼字 冠詞 對要加冠詞 可是他有加二嗎 沒有 所以這個字一 它不可數 你不可以加二 不可以加m 記得喔 皮膚沒有辦法數 可是要寫個二 這個字延伸出來的一個形容詞 叫skinning 跟皮膚五關 這個字其實是皮包五的 就是你瘦到只剩一層皮 這個字呢 就是比那個thin slim 還要再瘦 比slander還要再瘦 所以這個字已經不好了 skinning 就是皮包五的 我看了嗎 等下好了 後來他再操 好再來下個單字 今天的天氣 就算是這樣的 那除了修飾天氣呢 如果你把燈關掉也是這樣 所以呢 這裡寫個1 暗的 2呢 這個字修飾天氣的時候 你可以講的 the sky is dark 那個start怎麼辦 暗的 對 昏暗的可以 陰我可以寫 這樣嗎 我覺得怪怪的 差不多 你們自己來喔 感謝你們 對喔 好 那在黑暗當中 它可以當名詞 名詞呢 就是黑暗 所以叫in the dark Can you see anything in the dark 可以嗎 可以喔 那你比較厲害 我沒辦法 除非我戴了從紅外線的眼鏡 那才有可能加你的dark 好 最後一個單字 這個要念清楚 你怎麼念 你怎麼念 決定它的詞性 第一個 如果你念的是動詞的時候 要念live 這個字這樣居住 ok喔 可是長得一模一樣的字 你把它念成 live live的時候呢 這幾天我們的那個 試讀在有沒有 你們會不會看那個線上轉播 直播啦 不轉播 直播 直播喔 real time 就是即時的 這個叫做即時的 現場的 念的時候念live 實況轉播 你就會發現它的那個 辨識螢幕的右上 腳步左上 腳步會出現 可是它念的時候要念live 不念live 再來寫個三 所以這個字 去一加一句 living這個字 其實是居家的 生活的 所以我們的客廳怎麼說 living room 對居家裡 很放鬆的地方 最後寫個第四個 這個字呢 它其實當名詞 的時候 是L-I-F-E life這個字 是你的生活 也是你的生命 請問你有幾條命 你有九條 那你是貓 謝謝你 你是小貓咪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條命 記得它念的是 life 這是生命喔 生命可以數 一條命兩條命 譬如說這場地震啊 都做了很多條的生命 生命的時候可以數 最後寫個五 叫做alive 沒了 A L-I-V 不可以猜開喔 它就是一個單字 alive這個字呢 就是活生生的 栩栩如生的 看你要寫哪一種 活生生的 栩栩如生的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大課本的 這一頁 120頁 好來仔細看這個東西 這個呢 第一個要請你們圈的 哇 它的顏色是黑色耶 好那我圈 這個 來把Ago圈起來 看到Ago 有看到嗎 看到Ago 看到last 圈一些關鍵字 這線字呢 它一律 只要看到這線字 請你這樣子 看你要拿什麼顏色 我用黃色好了 寫個動詞 加1D 因為我們快上到過去是 也可以是 也可以是word 也就是呢 你只要看到我荒荒的 這些字的時候 它基本上 這個字例外啦 就是要看狀況 可是我們才會講 今天怎麼樣 通常過完了 你才會講 欸我今天過得還蠻開心的 對不對 所以這一些字 記住 我們通常不是動詞加1D 就是我們的word 因為它強調都是過去式 好那下面 這個我送你們 直接看 來一題一題看 第一題 today is june 22nd 把那個2 22的地方寫個nd 我忘了換顏色 這樣看不到 nd 念的時候不是22喔 要念twenty second嘛 對22啊 所以啦 既然今天是6月22 所以6月21叫yesterday 那6月是sunday last tuesday 沒錯 那6月20咧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再來6月1號 是three weeks ago 再來June 哪一個是上個禮拜 總的週末 17、18 沒錯 因為weekend是兩天 週末是總共兩天 可是還是要提醒你喔 17要念seventeen 四 18要念seventeen 十八要念eighteen四 要加上ph 好 再來個B 這個我們就要用聽的了 快速看過一遍這個圖片 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看這裡 準備喔 準備喔 Number1 Amy is swimming in the river 簡單吧 Amy is swimming in the river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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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as 又是一聲 大陸 ход 大陸 か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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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其心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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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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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沒問題哦 好,那等我一下,今天我們把它拆開來錄 我們拆開,因為這樣子才不會錯亂 好,再來就要請你們直接看 下一頁 確定一下我們對完答案了沒 對完 要再看一遍嗎 不用,等一下我們就交換改囉 好啦,把你的課本交給你前面好了 我們快速看一遍,看有沒有人 沒寫到 再來我們就檢查一下,看他有沒有 沒改到沒寫到的 第一題,第一個 第二題 My grandma was a baseball player before 好,再來革命 這邊 沒有的就回去自己看下影片囉 還好我們都有錄 再來在這裡 檢查他們寫錯,或者是他 該句點他沒句點,該問號他沒問號 檢查這種長的地方就好 好啦,再來往下 這個地方 記得喔,複數我們就用word 複數 所以was呢,是單數 word是複數 來,下一頁 第二 那第五題應該沒意外的話 上個禮拜的,因為這是我們上次好久好久之前寫的 不會是三天連假 所以應該i was at home last Saturday 合理來講啊 不然再補習吧,你也不可能整天再補習吧 你一定會有一個在家的時間 是i was 記得是i was 好多了 好多了 來吧